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这节课来讲解想象的关系运算数 那么这个关系运算数非常好理解 如果你把它称作比较运算数 其实就更好理解了 它其实就是两个变量之间做一个比较 比如说这个等于 两个等号 它就是来比较两个数是否相等 或者说这个不能说是两个数是否相等 它应该来说的话 是比较两种数据类型是否相等 还有这个大鱼和小鱼 它们都是去做两个变量之间的大小相比的 好 那么这里有一点是需要大家理解的 我们说比较 它并不仅仅仅限于这个数字 它们之间的比较 数字的比较 这个我们很好理解 但是其他类型的一些变量 也是可以做这个比较的 比如说除了数字之外 还有哪些类型可以比较 我们随便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字符串可以比较吗 可以比较 布尔类型可以比较吗 可以比较 所以说不要把它认为 只能去比较数字 好 那么我们之前的课程里面 在讲负值运算符的时候 我们强调负值运算符 最重要的特点在于负值上面 那么比较运算符 它没有负值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它的关键点是什么 它的关键点在于 这样的一些运算符号 操作完了之后的结果 将会返回一个布尔值 布尔值我们之前学到过 也就是说到底是真还是假 一个变量是否大于另外一个变量 或者是说一个变量是否等于另外一个变量 比较运算符 关键运算符就是做这个事情 所以说布尔值是关键运算符的一个关键概念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IDL1里来 我们打开一个新的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 叫一个关键运算符的例子 比如说1双等于1 大家觉得它运行的结果是多少 它将返回一个布尔值处 因为那1确实是等于1的 这里大家就要有所区别了 一个等号它是属于负值运算符 两个等号是属于关键运算符 同样我们可以看一下 1是大于1的吗 不是的 所以说它返回的结果将是false 同样还有这样的一个大于或者等于 注意一个大于号一个等号 表示的是1是否大于或者是等于1 很显然这个运算的结果将是一个true 这里我们强调一下大于或者等于1 或者是关键点 以此类推它还有少于 1等于1 有些同学可能会觉得这些1等于1 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个你觉得没有意义是因为我这里是讲课 所以说是拿具体的这样一个数字 给你再做这个比较 但是如果我们考虑一下 如果是我们这两个变量 比如说A是否大于或者等于B 这个时候就有意义了 对不对 你觉得1等于1没有意义 是因为你看到的这个值是1 所以你直接就能够想到结果 但是我们真正的编程里面 我们通常是拿这个变量 再做这样一个比较 变量 变量 就是它有可能改变 你根本就不知道A和B的具体的取值 这个时候他们的这个比较就有意义了 那么最后还有一个不等于号 这个我们简单说一下 不等于号其实就是判断两个变量 是不是不等于 有一点点的绕口 两个等号是判断是否相等 这个是判断他们是否不等 比如说我这里 A等于1 B等于2 然后我们这样 A是不是不等于B呢 是的 A确实是不等于B的 因为A是1 B是2 他们是不相等的 那么这个关系运算符比较简单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还是我所强调的关系运算符 最终它将产生一个不耳直的结果 这里我说一下 我们很多同学 对于这样一些1加1 2加2 或者是1减1 这样的一些数学里面 常见的四则运算 非常好理解 但是对于我们这里的这样的一个 1大于1 这样的一些关系运算 却变得会非常陌生 其实我要说的是 在编程语言里面 你这样的一些常见的 四则运算 和我们所讲的这些关系运算 它们都是一样的 它们都是一种运算 1加1 你很容易理解它等于2多段 这是因为它是数学里面的基本运算 你一下就能想到 它将得到 但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比较运算 我们的比较运算 其实它也是一种运算 只不过它返回的结果 不是我们常见的数学里面的数字 但是它也有一个返回结果 就是我们的不耳直 只不过是返回的类型 不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很多同学可能觉得 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废话 但是等会我们去讲 这些复杂一点的运算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这个理解非常重要 不相信给大家出一个简单的思考题 没有多难 可以用我们已经学过的知识 做出解释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把1这个值付给b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运算 b加等于b大约等于b 大家觉得这个运算成立吗 它肯定是成立的 它没有报错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printb 大家觉得b的结果是多少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思考一下 b的结果是多少 这个并不重要 如果你回撤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关键是你能不能用我们所学的知识 解释这样的一个b 为什么等于它所得到的这个值 各位同学 那么关于这个关系运算符 或者这个比较运算符 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